指控韓國瑜一年300天都在喝酒 桃園市議員王浩宇 臉書再刷一波存在感 PO出韓國瑜任北農總經理時的飯局照 暗指和國台網人員聚餐 是利用農產品交易進行統戰 會聲會影讓網友全傻眼 犯問那還有其他296天呢 還有人留言鄭文燦的禁酒照 要王浩宇也來揭露吃飯的人 來自哪 身高體重多少呢 展現神之邏輯也讓國民黨上下其怒 找出王浩宇曾經的飲酒照 合理推斷議員甜甜喝酒 一心一意全力為港督拼市政 拼經濟 還得應付月區來的黑炮活 身為韓國瑜老戰友柯文哲也看不下去了 以前北農友在做一些外銷水果的生意 就這樣 你跟客戶來吃飯聊天 這很正常 他又不是政府官員 他是個賣菜的 當時他是賣菜的身份 這很正常 這什麼問題 你作為一個桃園的市議員 你管東 管西 管南 管北 管太多了 那你就是不管這文戰 然後讓人家覺得就是說 當然啦 他的目的其實我們路人皆知嘛 他就是想要藉由現在聲量最大的一個 韓國瑜的這樣子的一個便車 看看是不是能夠撈到立委來做作 搶搶韓流體民進黨 立戰功 被指目標瞄準的就是綠營在桃園立委 第三選區的里讓席次 只是身為桃園議員 駐海邊 天天護航自家市長 監督十萬八千里遠的韓國瑜 桃園選民會買單嗎 記者張昭鵬從越台北採訪報導